末法时期如何成为实修者 有人问宗萨仁波切末法时期如何成为实修者 有一次当时将谋尼佛教导弟子的时候 他说那些受有巨族戒的比丘 根据戒律来说 在佛的那个时代 如果有一位比丘 能把戒律完完全全的都守住 以及跟在墓前 末法时期有一和尚破了所有的戒 只守住一条戒律的情形相比较 佛说这二位比丘的功德是一样的 因为在佛的那个时候 打扰我们的事情比较少 能够帮助我们趋近法 帮助我们清净修法的机会比较多 末法时期像现在 虽然佛法本身无高峰期 衰落期 但因末法时期阻碍佛法的事情很多 所以一个人在末法时期修行 听流水声 但我们憧憬之时 我们应该看看 在憧憬愿望之后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 因为多半人们会被如上 这些美好的状况带着走 误以为这种想法和希望 代表我们的处理心 就像几年前 我曾经说过的一样 我们应仔细考虑 我们所具有的 或者我们所认为的处理心 究竟是怎么样的处理心 我一直很怀疑这种人 一个一直想往山上躲的人 他所谓的处理心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自私 又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当然 这并不是说 所有有此一想法的人都是这样 但大部分具有这一想法的人都是如此 为什么我有这种怀疑呢 因为我发现 当人有这样到偏远山上去的意念是 绝大多数的人 我们多半的原因是想放自己一个长假 因为我暂时的对变化觉得非常厌烦 也暂时性的对交通阻塞觉得非常厌倦 如果我们真的永久性的对这世界觉得非常厌倦 真的是这样的话 其实 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可以好好的修行 但是事实上 我们只是暂时性的对这个生活方式觉得有所厌烦 这根本就不是处理心 这只是表示我们暂时性的想做另外一件事 只是想知道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实际上我们只想暂时性的从交通阻塞 忙碌的生活中逃开一阵子 所以在此情况下 去了高山 在那所需做的事 毕竟只是表示我想好好享受 轻松一下 轻松一下而已 但对多数人而言 就算跑到山上 也过不到好日子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就在计划着下山以后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真的要看一下什么事处理 昨晚我和一位小姐谈话 我们谈有关处理心的问题 那时我发现这位小姐的脖子上 挂着一个价值非常高贵的东西 我告诉她说 你绝对不应该这么想 认为佛教是一种阻止 或者是享受世界美好东西的阻碍 佛教与其说是去阻止你享受这些东西 倒不如说是教导我们如何去享受的 我记得昨晚与这位小姐讲过 我们一般人当脖子上戴着项链时 我们心里充满着各种希望 各种惧怕 各种骄傲 各种的方式来戴着 也为上述原因 使得我们戴着项链时只注意到 那一面朝外或链子正不正 会不会歪歪的 也许会担心这个项链会不会被偷走 或被摔坏 换句话说 我们戴着的项链是一串痛苦的项链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本身许多的打扰事情之外 另加了一件事来干扰我们 实际上 如果我们不戴那串项链 或许就会觉得更舒服点 佛教并不是不允许戴那条项链 佛教是如此认为 如果我们能找到任何东西 都可以戴的 但是当我戴它之时 也同时准备好 当时机变化显示要把它放弃时 我们要随时把它放弃掉 如果照上述的方式戴着项链 那就足以以一种非常优雅的佛教方式来戴它 我觉得非常抱歉 好像有点偏离主题 现在我们回来谈 一个修行者在末法时期该怎么修行 刚才我从辛亥路坐车到这边来的时候 在车上想到一个主意 所有修行的人 尤其是在台湾修行佛法的人 应该拿出在台湾开汽车的精神 完全没有惧怕 非常勇敢 对任何规则都藐视 开车使心都会从嘴巴跳出来 换句话说 应该具有这种无畏的精神 我认为我们实在是缺乏这种精神 同时我们也缺乏这种反派性 因为我们非常害怕社会压力 如果都做到这些 在这上面还要加一点幽默感 上述都做得到的话 那么我们大概就可成为一个现代健全的金刚城修行人 当我每次去看佛法和平常生活时 生命 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做出许多许多的事情 但问题是当我们修行佛法时 并不是照着法本去修行 我们总是把许许多多不同的像 不同颜色 不同的分别带进我们的修行里头 所以使我们的修行变得非常困难 比如说我是修小圣的 所以大成 金刚城的是不能做 障碍就这样产生了 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各种不同的标间 各种不同的传承都放在这些念头时 我们的修行就变成了对我们生活的一种打扰 我必须这么讲 我们的修行应该不会使我们忘掉我们每天的承诺 但实际上我们总是会这么认为 一个好修行者一定是忽视他公司的工作 他一定也不去整理他的床 也不洗碗 小孩也不管 一定得忽视这些东西 在理论上而言 这样想是对的 在修行上来说 当我们谈到修行时 具有这种理论上的了解 当我们实际去修行时 我们就会变成 企图有意从轮回里逃开 并不是丢弃掉 然后企图去修行达到涅槃的法 这种做法是很笨的 我们如果把轮回放在一边 我们去哪里达到涅槃 我认为在现代修行佛法的人 第一个得承认 我们在轮回里 然后要好好地在轮回里工作 我再次要谈三类人 第一类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街上所看的那一类 他们很幸运 从来没被佛教洗过脑 那类人有一个非常纯净的轮回 第二类是菩萨 他们已经走在涅槃的道上 第三类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生活在轮回里 但我们又同时想象着各种不同的轮回和涅槃 我们想象将轮回去掉 而得到涅槃 我们都是属于第三类的人 对我们而言 我们称不上是一个走在涅槃道上的众生 我们甚至根本不能被称为是轮回里面的众生 你们了解我再次要说什么吗 我们大家都想成佛 我们想做佛 我们想要些什么东西 我们想要得到没有痛苦的状况 但当我们想得到没有痛苦的状况时 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先解决 痛苦造诣问题吗 我们都好似掉在一种状况之中 那种状况充满了可口可乐 以下我讲的 大家可能难以了解 但我希望大家能明了 我们平常都这么说 轮炯是不好的 当我们讲出此话时 实际上等于是表示 我们尽一切努力想要留在轮炯里 真正的轮回是充满痛苦的 但我们却从来都不努力去改变 我们从书上从老师口中看到了 听到了很多东西 从那上面制造出了一个新的回轮 而想把那个新的轮回去掉 我们从来就为真正努力 想放弃本身的欲望 因此我们永远想放弃的欲望 只是书上和老师告诉我们的欲望 如果我们真的想放弃这些 从书上老师口中得来的欲望 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些欲望找来 我们才能够放弃得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处于何种情况呢 我们本身原来不仅有一轮回 此时我们又学到一个新的轮救 而又在思想制造一个新轮回 你了解我所说吗 有问题可提出来讨论 现在我们回头来讨论主题 我认为你可以做生意人 你也许可做任波切 你可以做政治家 你可以做科学家 不但如此 你同时可做一个小盛的修行者 可做一个大成的修行者 做一个密成的修行者 你不需要改变任何东西 当你学到更多的东西时 并不表示你是把你的卧房 用各种新本尊项 放得满满的 也就是说你不必把你卧房弄得乱七八糟 想吉普赛人算命的地方 至于如何做一个生意人 当然不用我来告诉 如何做政治家 如何做律师 也不许我说 因为你自己都知道该怎么做 举例来说 你的职业是律师 在你做律师之外 你应该努力地避免伤害到别人 或者制造伤害别人的原因 如果这么做 就可以是一个生意人 同时又是小圣的修行者 我们并不需要跑到泰国去 做一个小圣的修行人 也不必把小圣的经典 全部都念过一遍 也许我们会这么说 不伤害别人 那太简单了 其实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做到的事 这集是佛教最基本的教授 不伤害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就算是身为佛门弟子的我们 也一样不容易做到 我们是否曾经想过 我们有多少时间 都在伤害我们的同伴呢 当然这并不表示 我们和朋友之间互相砍杀 而是说 至少我们都在别人后面讲过闲话 是吧 好比说 你告诉我 这个人不好 你不要见他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伤害了这个人 伤害了这个人 去看任波切的机会 所以不伤害别人 在这之中 包含了很多威信的事情 所以我在此 得对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么说 不伤害别人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得好好地修行此事 我也知道 有人想要学更多的东西 每个人都想抓住很多东西 想要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继续地谈下去 你本来是个律师 你觉得这样不够 所以你修小圣 你可以成为小圣修行人 若你仍不满意 我想这是可能的 你能这么做 换个角度来说 也很简单 就是在前面谈过的 不要伤害别人 和放弃伤害别人的原因 基础上帮助别人 同时积聚帮助别人的原因 这种修行 就是大成的修行 这里头包含着 无私 就是没有自我存在的 如果我们想帮助别人 这件事并不难 举个例子来说 大庭广众之下 看到一个乞丐 或急需救济的人 在此情况下 任何人都能毫无困难地 从口袋里 抽出一张千元大钞 放在他的手里 但做这件事 很可能跟自私有关 要帮助别人 同时是毫无自私地 帮助别人 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表现在 非常威系的事情上 怎么说呢 比方 因今晚空间不够 可能有这样的事会发生 也许有人想坐在前面 但前面的人 却不想放弃他做的地方 此情况下 我们就是没准备好 要帮助别人 当我谈到 帮助众生 是 并不是要大家去做一件大事 如去非洲 帮助那些鸡民什么的 我说的是一种基础的修行方式 是对于在每一天 每一分钟 所能做到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那些 最重要的事情或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 把你的座位 让给一个最想坐的人 我在此对这些 坐在前面位子的人 感到很抱歉 我不是要讲前面的人怎么样 我也无意伤害别人 可是当大家听到时 心里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呢 这也是我们得检查的事情 当我们听到这里时 是否觉得不好意思呢 是否应选后面一点的位子呢 如果我们那么觉得的话 那么我们自己就明白了 我们的确有点自私 又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此 完全是顾着自己的面子 我以上所谈的 都是活用的方法 这也就是每一天的生活 今晚 我不打算谈很高的哲理和 空性 多哲 这类等等 现在 在大城之上 我们也许 想在上一层楼 想做一个金刚城的修行者 这就表示了 我们可以做律师 可以做小圣的修行人 大城的修行人 金刚城的修行人 我们可同时这么做 这是没有问题的 很简单 就是 你对一切的众生 都要有清静的见地 但换句话说 这也可能会很难的 如果我们没有如此的静观 我们认为自己是观世音菩萨 那又有什么意思 这一切的观想 在藏文中表示 增加你的静观 或 清静的见地 这种静观 在金刚城中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座的人 很多是竹谦法王的弟子 在竹谦法王领导的竹巴嘎举派中 非常非常重视这种静观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静观 却想 我是观世音菩萨 我想若自己老是如此做 一定老觉得自己很孤独 我在此 我有四双手 别人又不太亲近 又难看 又想从我这儿要很多东西 以上 都不是金刚城的办法的 我们必须把静观 用于每一个众生的身上 每一件事 每个时间 每个地方 如果你都能真正地产生静观 这种清静 将是任何事物 都不能打扰得了的 这种不会被打扰的特性 就是我们所说的 金刚 物质的金刚 我们手里的物质金刚 不但不是不受打扰的 本身还需要别人来保护的 真令人丢脸 什么是真的不受打扰 我们知道一切事情是清静的 当我们知道一切事情 是清静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对的 因为我知道 每一件事都是清静的 举例来说 我们若把人波切物 认为某一个人 此时 由于我们的误解 将会对于认识他的人 形成了打扰 但如果我们认识他的样子 就不会形成打扰 所以在此末法时期 可以同时做小圣 大成 金刚成的修行人 如果我们希望 同时做这三类的修行者 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强调菩提心 一般而言 佛教里面的修行人 都缺少菩提心 尤其是 修金刚成的人 为什么修金刚成的人 总是缺少菩提心呢 因为修金刚成的人 借口特别多 不知道各位是否听过 释迦牟尼佛曾讲过 如果有一辆车子 车上有五百个大阿罗汉 像摄利夫的大阿罗汉 这时释迦牟尼佛 也许会来用他的脚趾头 拉车子 但是释迦牟尼佛 也许不会来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五百个大罗汉 加起来的功德 可能还请不到释迦牟尼佛 可是释迦牟尼佛 自己也讲过 若一个人发菩提心 甚至一个人 曾听过菩提心的教授 这样的人坐在车上 释迦牟尼佛就得来 用脖子来拉这辆车子 在很多经典里头 都是重视菩提心 我们一定要赞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菩提心 才是真正关怀别人 是不是真正关怀别人 你会说我关怀别人 菩提心有最终最究竟的关怀 有很多人认为 菩提心会让我们觉得悲哀 我认为 大概是我们看多了眼睛细长的佛像之骨 真正的菩提心 应该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快乐 菩提心是让我们舒服松弛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建一个塔 必须把一切所做事情完成 才算是建完了这个塔 如果没有菩提心 在此情况下 这个塔永远不能完成 因为这永远是一个憧憬 但是如果我们真有菩提心 就算是你发心想建一个塔时 此时我们既充满快乐 因为我们的愿望没有一点点自私在里面 对于那些有菩提心的人 做什么都容易 没有所谓失败 因为当我们一开始说 希望众生如何时 这种外在的失败 实际上不算什么 并不表示这菩萨很懒惰 还是要努力去做 这是一个没有目标的旅程 为什么菩提心这么重要 另一原因 因为菩提心有很多很多的慈悲 多数的人对慈悲有错误的见解 多数人觉得慈悲心是替别人感到难过 这原因也许是英文对慈悲的定义 中文定义是否也如此呢 慈悲并不是为别人感到难过 真正的慈悲心是平等的心境 这种心境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区别 没有任何偏颇的意见 所以叫做慈悲观 心中平等的见解就欲强 所以由此可知 慈悲也是修静观的方法 因为我们欲修慈悲 感觉到外面的一切都是平等的 我很强烈地建议大家 希望大家多修慈悲观 在大乘中 慈悲和空性几乎一直是同时谈到的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到 为什么大乘同时谈到二者 我说我能确定在座的每个人 都想知道什么叫空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空性是佛教最高的教授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属于比较高级的 而且我们认为如果在公众场合问这类的问题 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学者 同时也许因为我们每次想到空性时 都会认为空性给我们什么都不必负责的舒坦 我认为如果真正想知道空性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修慈悲观 因为它会自动带你到空性之中 因为那种平等是和空性一样的 所以修慈悲观同时就给我们带来了空性 对目前我们来说 空性对我们只是一个概念 至于如何产生空性我们都不知 但至少我们知道怎样修慈悲 所以要试着有慈悲 慈悲是最好的保护 这个人就算不带沉重的金刚绳 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 他永远是被保护的 最好我们可以每天修慈悲 每天若不能 一个星期做一次或一个月做一次 若连这个也不能 那就一年做一次 只要做一分钟 我只要求一年做一分钟 这要求不过分吧 只要求你一年修一分钟 就算你拿什么证书来 我也一定会再赏签字 我保证就算你修这一分钟 你也一定会改变 你去过健康俱乐部 或洗蒸汽浴 或做各种运动 或去很多地方锻炼身体 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好 使我们的身材美 修仪轨可以有很多 精神上的肌肉 但不是好的 是不好的肌肉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精神上的肌肉 充满了自我 我们会想 我是黑鲁嘎 我是金刚瑜伽姆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会认为 就算把世界翻过来 也可以办到 但实际上 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如果修这种异轨 而没有慈悲 我无法描述出你 下辈子生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没有慈悲 就有很多自私 而又去修这种异轨 以自私为出发点 去修异轨 所以佛说过 以自私为出发点 去做任何事 任何事都会产生许多恶意 有人跟你说 你想发财 你就修财神 你要做这样 你就修这个法 你要成为那样 你要修那个法 可是好像没有一样是实现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永远富有 没有人永远健康 为什么 因为修法时没有慈悲 因修法时 总是想我们的身体 财富 这个 那个 这完全是自私的 虽然如此 在这末法时期 只要有人肯把仪轨 拿出来念一遍 也已经不错了 想不念 却不得不念 卡在中间 就好像是被人牵绊住了 慢慢这个就成我们的罪恶感 我几乎可以猜到 在座有一半的金刚城的修行人 一定秘密在心里 希望把仪轨去掉一半 不要修的 这样讲 当然是开玩笑的 这么讲 只是告诉大家 我怎么想 因为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事 因为修那么多的法 实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我们老实说 当每天我们把仪轨修完的时候 尤其在早上的时候 难道不曾觉得 好轻松 或者会觉得 我觉得很难过 我怎么把法修完了 我要再修一次 在修完法的一天之中 可曾怀念过法本呢 我们总觉得 今天修完了法好轻松 从这里我们可知 我们不是一个好的修行者 在此情况下 我们根本就不该开始 可是问题在于 我们修一轨后 此种修一轨成为我们减轻痛苦的原因 在我们生命之中 很多件事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对于某件事好像上了眼 最先我们觉得没什么关系 可是隔了一阵子 这种上瘾的事就叫我们反悔了 然后我们就想找一件事来解决 使我们反悔的前一件事 接着我们就对第二件事上了眼 所以在此情况下 如果对佛法上了眼 那不太好 不要对佛法上了眼 只要去修 我认为我讲已经够了 有人开始觉得不太舒服 我每次来台湾时 都觉得好像有人说 这个大嘴巴又来了 所以我也觉得 好像有点罪恶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在听了我讲法后回去 都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应该把嘴闭住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刚才没有既有主要 那我看起来 感谢观看